方法来减 可是如果说 特别的 请各位 待会再复制一个 复制方法就拖拉 加一个Ctrl键 这样就复制了 OK 非常简 当你按右键复制 我有一个按右键复制 那个功能 太复杂 太麻烦了 那这个的话 如果我今天要改一下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范围先删除掉 这个公式先拿掉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下就是选取到下方 Delete Ctrl Shift 向下 Delete 把这个删除掉 记得 你可以这样拉 不过我觉得这样拉有点慢 这个快速键还蛮重要 Ctrl Shift 按住 再按向下 它就向下选到底 Delete 就删掉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这个方法来解的话 那跟各位讲第二个函数 你可以用一个叫Tex 这个函数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不会Tex 函数很多地方真的是 你做不出很多的效果出来 比如说哪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那Tex函数它主要是 你帮我们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 其实如果我要三码的话 当然在Essal里面的格式 格式其实我可以按右键 不要选这两个 按右键储存的格式 这个储存的格式里面呢 假设我要一定要让它保持三个字的话 预设是通用格式 那你可以制定 制定的话你会发现 制定这边就有一个叫类型 其实你可以把它在底下这边有一些相关 0的话表示是一个数字的输出 那如果今天给它三个0的话 表示什么呢 你会发现我这里面就是要让它显示为三个数字 那如果它不到三个数字怎么办呢 它会自动帮我补0 特别按确定你会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084 007 但是呢 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表面上看到 格式啊 特别说格式 实际上在以色列里面 格式就是表面上 那实际上呢 怎么知道 油标放上去 实际上的话你可以透过什么呢 实际上就这个 它其实还是8四 只是让你看起来 以为它是0八四 所以特别注意哦 也就是如果你刚刚那个串切 你要把它串在一起 它还是8四 它不会多一个名 只是表面上让你误以为它是三个字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表面上看到的跟实际上的内容不相符 但如果你要怎么样 把这个表面上看到真正变成什么 你实际上里面的东西的话 也就是把里面东西也真的转变成084的话 那这个时候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表面上看到真的变成 实际上那你记得就要一个函数叫test ok test函数呢 主要是解决什么 解决就是你表面上看到的 跟实际上里面的不一样 不一的问题 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个test函数的话 很多问题就很好解决 因为我发现之前蛮多同学 会客户问我一些问题 然后他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老师我看到的东西跟实际上我要把它切割下来都就是不一样 比如说你现在哦 你要把这个资料带过就变80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就是这个哦 所以test函数啊 在那个exel里面我觉得 实际上的重要性非常的高 可是哦 好像大部分人都不太熟 而且甚至连用都没用过 你用都没用过的话 那有很多问题一定是没办法解决的 ok 而且test函数啊 在那个我刚讲468招那本书里面 他有很多这种test函数 为什么 想见吗 他因为很重要 ok 那怎么做 非常简单 他有固定SOP 不难哦 ok 那我们怎么使用test 帮我们解决问题 一 我如果说 我先把这个格式把它再转 其实我主要是跟各位解释而已 我把它恢复 恢复成什么呢 原来的状态 那我如果要用test函数 也一样在旁边 就类似像刚刚一样 我先做完再把它并到公式里面 我给他推手键第一个擦乱函数 我们用什么呢 test函数 tex这个 T开头的 那他会跟我要两个资料 所以以后你慢慢要习惯 反正函数 就是他跟你要什么 你给他对的东西 他就给你对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函数 ok 那这个函数方选 不是只有在Excel 在VBA也是这样 在其他的 比如说也许以后 你让他学更多 在Pinz也是这样 在R 在其他语言 都是一样的概念 也就是怎么样 其实程式语言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你给他他要的 他给你你要你的结果 比如说很多地方 像是要脸部辨识 脸部辨识 像那些镜头 里面已经有人写好的方权了 你这样会呼叫 然后给他一张照片 他告诉你这个人是不是 比如说内部员工之类的 不就OK的 背后那个函数是有人帮你写好的 就跟这个一样 有人帮你写好 如果没有人写好的 你要自己写 ok 道理差不多 我们要怎么自己写 这个也是后面要讲的 ok 他要跟我要两个东西 一个叫Value Value就是白话 就值嘛 就值 OK 那formate text的什么 formate text的其实就是 等同什么 刚刚我们按右键出的格式 那个制定里面要填的资料 也就是说呢 如果未来 你要想要把这个转成 0801 你可以先制定里面 比如说我现在先000 好对不对 我只要把这个000 放到哪里呢 放到那个text里面 所以一 先插入函数 找到文字类 二的话呢 再来就是给他两个资料 第一个什么Value Value就是这个 他过来的话是84 所以你会发现 他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08 但是实际上呢 他丢过来 因为他根本没有真的是0 他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就84 那怎么样把它真的变成084呢 很简单 关键地方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有三个0 你把三个0的那个讯息 放在这里面 我们刚刚是放三个0 那三个0 特别之后 如果你看到 只要那个前面的名称里面有 text就是文字的意思 那如果你看到文字的话 记得哦 前后一定要加两个双号 Tester嘛 Tester是文字 所以要三个0 一二三 所以呢 他帮我做什么事 把我给他的84 那他就会真的帮我把它转成084的文字了 OK 所以这边说 Tester主要的 主要的那个作用就是说 他把表面上看到的东西 真的把它转换成 跟表面上一样的东西了 那这个时候好处就是说呢 你就可以直接拿084怎么样 再跟0911串在一起就OK了 这样就简单多了 应该可以懂得一次吧 然后按确定 好 那你把它向右拉 就有了 有没有007 其实你如果底下来 这就全部OK了 所以然后前面我怎么做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把刚刚的公司在跟什么 09 有没有 然后end end什么 end这个嘛 11 然后end什么呢 一个简的符号 所以刚刚做到这里 那你可以怎么样 end 对 少了一个 他说 他帮你要修正 可是他修正居然是不对 帮你加这边 for OK 那我们把这边稍打一个 OK 好 打勾一下 0911 再把这个公式并过来 所以其实你可以 复制这个公式 或者你如果OK 记得复制完 不包含等号 取消 到这边加一个end符号 把它贴上 打个勾看看 084 OK了 然后再来什么 再把它复制 贴到后面去 end要了 OK 然后这边改成h4 打个勾 下下填满 这样OK了 好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刚刚我们用REPDR LEN 不过你会发现 用Lulone test 当然相对简单吧 对 那你想说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 其实顺便补一个例子 比如说 这边也有一个例子 也蛮常遇到的 比如说我要统计 我们会员里面 假如是 那个七年级生的 占的比重多少的话 或者人数多少的话 那你会想说 七年级生 那第一个我要把 70到79的人 全部都抓出来 可是问题来了 我这边假设我多 因为没有这个栏位 以后你们要枢纽分析 要做报表 一定要先多一个栏位 叫年次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栏位 你当然没办法做这个报表 所以第一步 你就先什么 先产生一个年次 OK 当然这个是新产生的 如果它格式不一样 我可以用刷子刷一下 OK 但是我应该什么 把这个70 搬到这边来 70年次 可是问题来 我怎么抓这前面两个字 你想说 这应该可以用什么 前面两个字 前面两个字不就是 在函数里面有个什么 Labs Labs就从左边算 左边算 按确定 那它要跟我要test 那我就给它这个 有没有 然后Lumper choice 就是Lumper是数量 Chall是字元 白话就是几个字 几个字 几个字 你会讲说 那应该70嘛 然后过来 那应该没错的话 就应该大功告成 可是你会发现 抓过来的东西呢 咦 怎么不对了 这不是前两个字吗 过来怎么会不对呢 怎么它变成29 上面怎么会有29 没有啊 没有29怎么突然变29出来 主要原因跟各位讲 原因就出在 test函数 所以很多地方 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要那个东西 为什么永远抓不到那个东西 因为你不会test函数 所以特别是 表面上看到的 要把它变成真实的那个样子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要用test来转 所以年次这个等一下再讲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着 把刚刚的这个 就是test 刚刚我做法就是 第一个 插入函数 你可以先旁边做 立刻用这个函数 叫test 然后value就是把这个给它 84 那format test 记得test一定要双以后 000就可 它就会真的把84 转换成080 那你在合并就OK 当然如果做OK了 接下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 70 放到这边来 正确 如果你不会的话 就慢慢来 慢慢来的话 有些人真的是 如果有些东西不会 真的要能够早点下班 还是很困难 后来我发现真的很多人 还真的不会 还可以把报表给做出来 我现在不知道它怎么弄出来 最后应该是 只能够硬着头皮了吧 慢慢慢慢弄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太 太不怎么 没有效益 而且不人道吧 所以难怪有一些人 不是这里酸就那里痛 为什么 因为一直把自己当机器人 真的有人自己在那边Key 70 66 75 慢慢Key 那当你Key完之后 你一定是 这个 手脚一定是 这个酸痛的要命 当然因为你要Key很多资料 所以用对的方法 这个问题就很快可以解决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test函数先完成 然后再来到车用 就算上 走用 走用 在车用 跟车用 在车用 收纸 震